大家好 我是莊开文 欢迎收看体观点 夜晚看到流星 您会许愿吗 真抱歉我们要破坏一下 您许愿的浪漫咯 因为您可能是对着 太空垃圾在许愿 没错 我们谈环保 都是着眼于地球 不过现在太空当中 也有人类所制造出来的 垃圾问题了 而且相当的严重 这包括了退役的人造卫星 火箭脱落的零件 甚至太空人不小心掉落的工具等等 都累积成为了太空垃圾 从1957年前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到现在 虽然大部分会落入大气层 燃烧殆尽 不过根据欧洲太空总署的统计 还是有超过一万吨的太空垃圾 残留在轨道上头 而且以超过两万八千公里的食速窜烧 甚至砸回到地球上面的民宅里 所以现在有新的研究开发出 可以分解的木造人造卫星 希望对环境还有宇宙都更加的友善 不只发射卫星 近年来风起云涌的太空旅游 也要让游客跟巴斯光年一样 可以飞向宇宙浩瀚无垠 就连中国大陆的中科宇航都宣布 2028年他们要开始载人太空边缘旅游了 单人报价高达200多万人民币 这一波的太空热潮显然芳心慰爱 我们也要带您掌握宇宙先机 好 节目一开始 先从美国佛罗里达这户人家看起 天外飞来的不明物体 砸穿了他家的屋顶 屋主跟孩子差点也被砸中 真的是想坏了 NASA就坦言 这神秘的物体真的来自于太空 先看报导 这外形圆柱状 看起来是金属材质的不明物体 上个月突然从天而降 砸破这栋名宅的屋顶 还穿过两层楼 地板直接破了一个洞 简直吓坏居民 从天空莫名降下一块物体 还冲破砖瓦 到底是什么屋主百思不解 它有一个线形的形状 后来屋主奥地罗把影片和过程 po上往后引发热烈讨论 不少人认为一定是来自太空 后来经过NASA比对时间和地点 最终证实这物体是国际太空站 在2021年气质的电池托盘 重达0.7公斤 过了三年左右才降落地表 幸好没有尿成伤亡 但NASA近期仍面临一个难题 火星探测器毅力号 传回地球的太空样本 花费成本要110亿美元 而且要等到2040年才能到手 实在太不划算 目前正在讨论改良的方法 然而NASA资助的研发 可是没停过 这只机器狗计划要上太空 目前正在骑去的地形进行测试 期盼未来可以帮助人类 月球和火星的探测 除了佛罗里达有不速之客之外 其实像这样子的 或从天降太空垃圾先前 就发生了好多次了 我们来整理一下 像是1979年美国第一个太空战 大家记得吗 太空实验室 它有残骸就降落到澳洲 另外2021年跟2023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长征火箭残骸 也降落在内蒙 以及日本的路尔岛 还有冲绳等等 还有一个例子也非常的有趣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2022年SpaceX天龙号太空舱 它降落的地点 听起来有点可爱 是澳洲的绵羊牧场 问题是天降横祸 大家都不喜欢 到底要如何来预防 如何来制止 还有什么样的办法 以后会不会越来越严重 马上来介绍两位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是 中央大学太空与工程学系教授 赵极光 赵博士您好 大家好 是 谢谢赵博士 我们再来介绍是 中央气象署的 太空天气研究员 李毅德 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就先从佛中名字来看起 那么其实美国航太总署 NASA他们已经确定了 这是一个飞行支援设备 就是把电池固定在货物托盘 上面的一个支架 总重量有0.7公斤 从上面突然掉下来 高度是10公分 然后直径4公分 我们跟原物来做一个比较好了 其实这个就是原本的 看起来真的是通过大气层 好像会被烧毁一些些 对不对 而且也会变小一点 马上请教一下赵老师 像这样子的太空垃圾 到底有多少 还有像这样子掉到民宅 大家都很担心 以后我家 有没有可能突然也掉了 一个太空垃圾进来 是罕见的吗 还是有可能会发生 目前来说 发射的这种 进到太空的卫星 或者是这些飞行 这种太空载具 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那并不是每一家公司 都能像射Space一样 它的这个火箭是可以回收 那势必有一些东西 就是会留在 整个地球轨道上面 因为大气阻力的关系 所以这些 无论是卫星 或者是残留在太空的 这个太空载具 会慢慢的会 回到地面上 因为重力的关系 会把它们拉回到地面 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例子 那当然就是 它回到地面的状况下 那为什么回到地面呢 一般来说大部分在 这个80公里到60公里之间 其实它是会烧毁的 因为我们要送到太空的东西 其实大部分都是 用比较低密度的物质来制作 那当然在这个制作上面 会考虑到就是 能够尽可能的 通过大气层就会被燃烧掉 那可是还是会有一些 高密度的需求 像这次它就 这个整个支架 它用铁或镍 这种高密度的物质来制造 就像是一些 比较大的流星 然后通过整个大气的时候 最后它没有被烧完 掉到地面 就像变成地面的陨石一样 这些陨石大部分也都是这种 这种铁镍的这种矿 那刚才主持人所提的 这几个例子 大概也就是符合这些条件 然后最后才会回到地面上 所以其实NASA已经说明了 这个它没有很久 它是2021年 国际太空站曾经丢弃的一个 承载电池用的托盘 虽然算只飞了三年 它就回来了 其实这个时间算是非常快速的 它就已经回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其实根据统计 就是如果是800公里的话 它大概要花数十年的时间 1000公里的话甚至要飞个几世纪 它才会回来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博士 您曾经用一个例子还蛮有趣的 叫做紫插球跟快速球的比喻 来帮助大家了解这些太空垃圾 是如何回到地球上来的 对吗 是 因为其实我们的太空飞行物 它在太空里面运作 要能够让它维持在轨道的这个高度上 速度是关键 所以我们可能比较常听到每秒钟 7.8到8公里 或是每小时28000公里的这个数字 所以当你的速度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 你就比较容易改变你的轨道 就开始往下掉 那可能就会被地心引力给拉回来 那我们拿个例子 我们用台湾的福威一号来看 那福威一号从当初 它最开始的任务轨道是在600公里高 然后到任务结束它的整个完成之后 它在太空里面漂流 可以看到它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 从600公里慢慢降到400公里高 然后最后的几个月 其实是很快速的往下掉 对 那你看到这个轨迹的变化 是不是就很像我们在看棒球比赛的时候 看到的 其实如果你的投手投出来 是快速球的时候 你的速度可以是维持 这个球就是直直的 往我们捕手的手套飞过去 那如果是紫叉球 或是其他的变化球 你在接近本雷的时候 速度变慢了 它就一个垂直幅度的往下降 我们在太空里面会改变 这个卫星的速度 其实有一个关键 就是像是大气的密度 它就会对卫星造成减速 所以当这个轨道 开始在往下掉的时候 其实它看到的阻力会越来越大 会在最后的时候 很快速的然后下降 然后就是进到我们所谓的 就是重返大气 或是坠毁到大气里面来 然后现在根据一个统计 我们来看一下 太空垃圾总值量到底有多少 超过一万一千五百吨 好难想象 而且光是这个监管登陆 定期追踪当中的碎片 就有三万五千多个 更何况介于0.1公分的 这个小小小小小的碎片 有1.3亿个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 这个整个宇宙当中 你会看到很多这种小碎片 在那边飞来飞去吗 好 我们请赵老师来帮我们 分享一下 其实很多时候会不会出车祸 像是2009年 我们有知道一个案例 就曾经出了一个太空车祸 当时的一卫星33 然后撞到 这是美国的对不对 然后撞到的是这个 俄罗斯的宇宙2251 然后一个还在用 一个是已经废弃的 当时到底造成了 什么样重大的影响 这个撞击的事件 虽然是非常的罕见 那可是并不是不会发生 那举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俄罗斯他们的过去 他们废弃的这个军事卫星 当然在是一个无控的状况下 那跟一个美国的一个商业公司 这个所 这个的一卫星 然后碰碰撞在一起 那它的撞击的速度 其实大概就是 跟一般的卫星速度差不多 一秒它可以走7.5公里 那我们这样子一个速度 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说 如果你是一公克的一个塑胶粒 如果去撞击的话 它可以把一英寸 也就大概2.54公分的铝块 给撞穿 只要用这样子一个速度 去撞击的时候 大概任何卫星都会被摧毁掉 所以这个撞击出来 又会产生更小的碎片之后 那这些小的碎片 还会去撞击到别的 并不是因为它小 而威力就会降低 因为它速度高 它就会让撞击的机会也会变大 是 可是像现在在陆地上面的 我们要预防车祸 现在很多都有自动驾驶 或自动监控 以后这个有没有可能也装这种 最少就目前为止 大部分还是透过这个早期预警 那也从那个事件之后 基本上只要有这样子的 撞击可能的时候 那基本上美国都会提出通知 每个卫星的使用者 提醒他们要做这个变轨 来做一个调整 好难想象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 也需要交通指挥 也需要一个交通指挥中心 好 那么当然我们刚刚在讲 就是其实它回到大际层的 那个过程当中 就跟流星会很像对不对 所以下次如果我们抬头夜晚看看 就说有流星有流星 然后你就赶快许愿 你可能是对着那个太空垃圾 在许愿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去年五月份 包括在双北还有桃竹地区 甚至包括了日本的冲绳鹿尔岛 都有民众拍到 很像流星的飞行物 我们来看这则报导 空拍机飞那么远 不是 还有带尾巴 10号晚上7点半 民众在台北车站附近抬头一看 一个光点平飞过去 7点32分也有人在回龙捷运站看到 甚至往南边走 在新竹也有人目睹 一道白色光束划过天空 所有人一开始都以为是飞机或是空拍机 但看到后面的长长火光 觉得像流星 只是飞行速度又比流星慢很多 中央大学的科学馆也在晚上7点32分拍摄到 这光束以抛物线的轨迹飞行 它的飞行的速度非常的慢 轨道非常的低 这两点就可以判定它是人造的天井 至于是不是太空垃圾这个很难讲 因为人造卫星坠落也是这样的 不只在台湾被不少民众目睹 就连日本九州鹿尔岛以及冲绳 都有民众大约也在台湾时间晚上7点半左右 拍到像火球般的东西 专家分析以观测时间来比对 不是传闻的大陆发射火箭 应该是人造天体 其中有可能是太空垃圾 或是发射失败的太空船 人造卫星以及火箭残骸等等 而这情形其实不算少见 它的位置轨道很低 然后比较北边 比较北方 如果它发生在我们头顶上的话 注意到的人很少 因为没有人会抬头仰望头顶 至于这个台日 都有人目睹的人造天体 最后到底坠落在哪里 专家表示 因为没有针对这天体 做三点定位的观察 无法得知轨迹 这回人造天体坠落 刚好飞行轨迹又很低 在晚上天时地利人和 民众才能心愈目睹 除了刚刚所看到的报道之外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您看到台湾东部 这个地方是花莲七星潭的外海 也看到了一个 很像是不明飞行物的火球 我们来请教一下赵老师 如果我们要抬头看到 这些火球的话 避免许错愿的话 有没有一些辨别的方法 基本上要能够辨别 是非常难的事情 不过大部分 如果是一般自然的流星 那大概都是 彗星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残骸 可是如果是在一个比较 很特别的状况下 突然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最好还是请教专家 然后看看是不是 他们在监控的整个 太空的目标物 是不是有一些 人造的物体掉下来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并不容易被判别 其实中央气象署常常要 就是身负重任 要跟大家来解释哪些事 太空垃圾哪些才是真正的流星 对不对 我们太空里面有太多的太空垃圾了 所以其实以目前来讲 我们每天晚上其实坠落的东西 我们真的很困难去分辨说 它到底是自然的天然的流星 或者是人造的物体重返大气 不过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 一旦如果出现那种太空车祸 当然大家都不乐见 对不对 会出现什么样的惨况呢 当然现实的状况我们很难 真正看到很棒的画面 但是电影经常会去模拟 这个相关的情形 比如说2013年 大家一定对这个电影有印象吧 地心引力 是由乔治库隆尼 跟山佐布拉克所主演的 这部电影还荣获了奥斯卡 最佳导演奖 剧情就是美国的太空梭 在太空执行任务期间 最后是因为俄国 他们使用飞弹去炸毁卫星 计算失误了 结果造成了一连串的事件 我们先来看这段精彩的片花 对不对 好 我們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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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得到這裡 有什麼事嗎 沒有,等待我們 它們的 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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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動了 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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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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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好驚險 畢竟它是電影場景 我們每次都會拿電影來請教一下 真正的專家 有的專家會說電影畢竟是電影 像這樣的一個情況有可能再真實發生嗎 當然是有可能的 發生的 是 所以這個不會太誇張 其實電影的描寫還滿 還滿寫實的 好,我們就來看現在到底警戒中的太空垃圾有哪些 其中我們整理出來了 目前聽說最大的就是蘇聯天頂2這個火箭主體 而且它是真的是9公噸非常的大 然後再來停留最久的其實是美國的人造衛星 1958年就發射 報廢至今還在軌道上 已經停留66年了 然後最具有全國標誌性的 全球標誌性的 就哈勃太空望遠鏡 那麼推估它10年壽命之後 其實也要報廢了對不對 然後哈勃望遠鏡 以後也會成為太空垃圾嗎 這一點是不是先請趙老師 再幫我們解釋一下 哈勃望遠鏡 基本上在500多公里高的軌道來運行 而且它重量比較重 所以它掉回來地面上時間 可能要比較久一點才會掉回來 可是在這近10年 可能也慢慢就會回到地面上 最好的處理方式其實就是 趁它還有燃料的時候 能夠早一步的把它推回到更低的軌道 讓它早一點報廢 一般來說大概就是在 靠近紐西蘭附近的太平洋海域 南太平洋海域 那邊是大概就是一般的 比較沒有人或者漁船出沒的地方 所以比較希望就是 到時候能夠順利的把這個 哈勃望已經推到那個地方去降落 那剛剛提到的最大跟最久 為什麼到現在沒有辦法處理 現在科技不是已經非常非常進步了嗎 當然第一個失控 在一個失控的狀況下 你沒有辦法通連 這個 你什麼事也不能做 就像我們常常講的 衛星到上面去的時候 基本上 OK 是一樣的道理 那再來就是 它當初在打這顆衛星的時候 它所設計的軌道太高了 所以大氣阻力沒有辦法去 有效的把它拉回來 譬如說如果你跑到七八百公里高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剛才提到的就是 美國第一顆它的衛星 它打的軌道 可能就是一個橢圓軌道 所以它打到 跑到更高的地方之後 你更困難把它拉回來 好 還有一個是最不受控的情況 就是發射那個反衛星飛彈 我們剛剛在電影的情節 好像其實有點說中了 有點類似這種情況 其實2007年中國大陸 還有2021年的俄羅斯 都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狀況 尤其是2021年的俄羅斯的事件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當時的報導 國際太空站總共七名太空人 被美國太空總署控制中心的 這通電話驚醒 被要求暫時躲進太空站 避難兩小時 原因是宇宙空間突然出現的 數十萬碎片 原來俄羅斯人為試射 導致衛星爆炸 至少一千五百片大道能被雷達追蹤的碎片垃圾 還有成千上萬小碎片危及太空安全 美國炮轟俄羅斯的舉動既魯莽又不負責任 光是一個硬幣大小的垃圾碎片 時速就能高達五萬六千公里 破壞力大到能比子彈更快穿透衛星 也難怪俄羅斯的行為被美英法多國譴責 俄羅斯尚未就此表態 我想目前做出任何評論還為時尚早 跟俄羅斯友好的大陸外交部 不願做進一步評論 不過俄羅斯後來澄清 摧毀廢棄衛星的測試 無關太空武器的研發 也符合國際法打算就此了事 據了解俄羅斯擊落 是自己在1982年所發射的一顆 重量大約一頓重的間諜衛星 馬上來請教一下李博士 為什麼要進行像這樣子的一個 導彈試驗 還有就是除了我們繼續追蹤警戒 還有提出預警之外 有沒有更積極的解決之道 譬如說聽說現在有所謂的 太空魚叉出現了 是 其實剛剛看到像俄羅斯 發射這個飛彈去打人造衛星 它可能有兩個不一樣的說法 有一種說法是比較偏軍事上的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在太空裡面 有一些像是間諜衛星或是一些搖側衛星 在戰爭的時候 它可能就想要透過飛彈的方式 去破壞這個衛星的功能 我們如果往比較好的方面一點來想 就是太空當中其實有太多的人造衛星 就像剛剛趙老師有提到 這個衛星它可能已經失聯 沒有辦法控制了 或是它本身就沒有燃料 所以他們就想說 我有時候有辦法用飛彈把它打下來 就直接把這個大的衛星變成小的碎片 然後改變它的飛行方向 或是讓它改變它的高度 讓它比較快重返大氣 結果沒想到這樣一來 反而造成更大的問題 因為本來只是一個大的衛星 結果反而變成很多的小碎片 而且這些小碎片 還沒有辦法控制它飛行的 軌道跟方向 甚至變得很難監測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有一個小東西就飛過來 把你的人造衛星給打掉 所以我們就開始想要試著 用不同的方式去把這些垃圾 把它收集回來 所以其實很多個國家 或是很多的公司 他們都想了很多的方法 有的是用網子 想說像捕魚一樣打出一個魚網 去把這個小碎片撈回來 有的也想說這些碎片 可能都是金屬的材質 或是可以用磁鐵或是用吸盤 吸塵器 對 去把這些東西撈回來 可是它其實最困難的地方是 你怎麼在一個兩個都飛很快 你怎麼互相去把它捕捉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對 那我們會看到像 在英國他們有一個任務叫做 他就做了一連串的示範 比方說他前面一個小的立方衛星 他就用網子去把它抓回來 甚至他最後還在前面放了一個 小的目標物 那他可以從他的 冷造衛星在那邊打出一個 就是尖刺 比如剛剛主持人提到 像魚叉一樣 好像我們在捕魚的時候 丟出來這個 就戳 把那個太空垃圾 或是衛星把它戳中 然後再把它捲線這樣子 像釣魚一樣把它收回來 對 那未來 這些技術都成熟之後 下一個可能遇到的難題就是 我到太空裡面去 我怎麼知道這個是太空垃圾 還是正在運作中的衛星 所以我們標定這些太空垃圾 就變得很重要 那再來就是我實際上 當兩個物體的速度都在飛的時候 我還要先讓我的衛星 可以追得到太空垃圾 有點像我們那個 倒垃圾要來追垃圾車一樣 對 這個可能都是未來 在設計上的困難 可是它應該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跟很大的商機 顯然在這個太空要清垃圾 比在陸地上面 在地球上要清垃圾 來的困難更多 是 好 不過眾多的太空垃圾 還有一個呢 有一部分居然是太空人在執行 太空任務的過程當中 不小心遺留下來的 其中包括哪些呢 譬如說 講到工具包有一個例子 非常有意思 2023年的時候 有太空人遺失的工具包 結果後來SpaceX就特別 再送一個工具包回去 另外聽說在月球上面 還有一個遺留物 也相當的惱人 那個叫做 近百代的人類的糞便 我想嫦娥應該會很生氣吧 李博士 對啊 其實太空人 因為他執行任務的時候 他受到一些環境上的限制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 有意無意的去遺留一些東西 在太空裡 其實他們就認為 拋棄在太空裡面 然後讓它重返大氣去銷毀 這是最快的方法 他們多半就會有一個 密封的垃圾袋 或是跟著他們的補給艙 然後就一起把它拋棄掉 拋棄掉它可能是在軌道上 然後接著繞了幾圈之後 重返大氣 當然有另外一個丟棄的地方 就像執行月球任務的時候 就把它留在月球上 可是因為月球上不像地球 就是有微生物 有其他的東西 會把這些廢棄物給分解掉 所以放在那邊 它就是一直就停在那裡了 另外一種是不小心的 真的是不小心 比方說像 早期在雙子星任務的時候 那時候太空人第一次 要進行太空漫步 那時候太空漫步 就是要接個微生的管子 裡面有氧氣還有電線 他走出去之後他很開心 但是他就忘記把太空艙的艙門 關起來了 所以當他在外面太空漫步 漂浮在太空裡面的時候 他那個太空艙裡面的工作手套 就從那個艙門就這樣飄出來了 然後就變成另外一種 另類的太空垃圾 那最常看到其實是什麼 是像國際太空站 比方說我們現在在圖卡上面看到的 這個太空站用久了 一定要出去維修 他在太空站外面沒有地方 可以放工具 所以這些工具 就全部要掛在他的身上 或是綁在他的手上 有時候你一個不小心 比方說像 你有看過水電師傅 有佩戴那個工作腰帶 然後他的老虎錢一擺 他以為擺進去了 結果手一鬆 這個工具就掉到地上了 但太空裡面沒有這個地上 可以讓他掉 所以他順手沒有扣好的物品 或是像攝影機 鉗子 螺絲 起子 起子就飄走了 他就變成太空垃圾了 對 所以像剛剛主持人提到 去年2023年11月 這個太空就是 他本來有一個工具包 他應該要把它扣在 他的太空裝上面的 結果沒扣好這個太空裝就掉了 這個工具包就掉了 掉來不打緊 裡面的工具加起來 價值接近 更重要是 它的重量快要20公斤重 這其實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一刻的東西在太空裡面 就有很大的威脅 這20公斤的工具包 其實會造成更大的問題 所以NASA的控制中心 其實它第一件事情 事先去看這工具包 到底漂去哪裡了 然後確認說 它不會在軌道上 對其他的國際太空站 或者是其他的衛星造成影響之後 它就先不管它 然後接下來想辦法 讓下一次的補給任務 都過SpaceX的補給船 再把這個工具包送上去 而且補送上去 這個運費也非常可觀對不對 一般來說 運到滴滴軌道的話 它的運費大概是 每一公斤大概是五萬塊美金 所以像剛才提到的就是 20公斤的這樣一個工具包 不算它的工具包裡面的價值 光是運費的話 大概就會將近一百萬美金 這樣是 好昂貴的這個出資 對 好 那當然我們要對待這些 太空垃圾 現在也在研究說 有沒有可能用比較環保的材質 讓它在銷毀的時候 可以燃燒得更完全一點 因此日本現在積極在研發 全新的說是木造的人造衛星 希望對太空環境各家友善 這又是怎麼樣的研發過程 馬上回來 請別走路 大家要告訴你們 我覺得我的碎片已經逃過了 大家要告訴你們 自第一顆人造衛星進入行星軌道 近70年來 人類不斷帶垃圾上太空 看看NASA 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縮時攝影 每個點都是人造物體 大小比壘球大 飛行速度比子彈快10倍 根據衛星軌道追蹤網站 現在有超過8300顆衛星 大部分是由民營公司 向美國的SpaceX送上太空 換句話說 繞地球的軌道上 也多了無數碎片殘渣 為了讓太空環境更安全永續 載軌服務也成了新商機 日本創投企業Astrascale 2013年成立 目標研發回收清除太空垃圾的技術 興趣的是 在接下來的10年 我們會發展三次 再次發展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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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10年 英國團隊則在2018年 撒網攔截太空垃圾 雖然有助控制軌道交通 但無法阻止衛星燃燒成無數金屬碎片 我們看到大量增加的燃燒 我們所說的就是 增加了很多材料 再次發展三次 所有的大量的材料 在空空間 都不只會留在那裡 當它離開了 它會活動 同樣做的 一模一樣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 暨大氣總署最新研究 平流層10%的懸浮粒子 含來自火箭、衛星的鋁 和其他金屬 且再過10年 可能增加到50% 科學家擔心 可能將影響地球氣候 不過今夏 日本將與NASA合作 推出世界上第一個 對環境友善 可行生物分解的 木造人造衛星 由京都大學 和駐友林業 共同開發 機體選用輕 且不容易損壞的木材 製作大小近10 立方公分的超小型衛星 希望在大氣層燃燒時 減少金屬粒子產生 降低對環境的影響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 是近五年來 衛星發射的統計趨勢圖 可以看到各國真的是 競相探索太空 今天趙老師也帶來我們台灣 最新的對不對 這是低軌通訊實驗 立方衛星 它叫珍珠號1C 是它的模型 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其實是 國內現階段最大的一顆 而且它是SPEXX的 這個烈鷹9號火箭升空的 軌道高度大概520公里 那麼台灣一個開路先鋒 有關於這顆衛星 是不是請老師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而且聽說今年五月份 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 這個地磁報對不對 有了珍珠號 結果帶回來更多 很有用的資訊是嗎 這顆衛星是在去年11月的時候升空 那時候的飛行高度 大概是520公里高左右 當然隨著大氣的阻力 它會不斷的下降 一般來說它的下降速度 大概是每一天大概下降 100公尺左右 可是在這一次5月10號的 這個地磁報 這個地磁報的強度相當 規模大概是最大的 上一次能夠達到這樣的規模 大概是2003年的 我們叫Halloween Stone 才有這樣的一個規模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就是說 它的從我們的 珍珠號的軌道的資訊 可以看到 遲報前跟遲到後 它基本上下降的高度 大概下降了700公尺左右 所以在遲報下 因為它會讓整個大氣做加熱 加熱以後 它基本上就是往上膨脹 也就是說在遲報的那個瞬間 其實這個打氣讓所有的衛星 它的軌道壽命都往下掉了一些 所以會掉很多嗎 就以我剛才的 平常可能它掉只有100米 可是它當天就掉了將近700米 當然這種次數如果常發生的話 這個衛星就會受到更大的影響 是 老師是這個計畫的一個主持人 是不是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珍珠號1C 它平常擔負起的哪些重要的任務 這顆衛星主要它有幾項籌宅 一個籌宅就是做所謂的寬頻通訊實驗 跟我們生活會很有直接關係 就像是Starlink它所提供一個通訊服務 我們希望透過一個比較小的衛星 來進行這樣子一個寬頻的一個驗證 同時也去了解 大概K-band這個頻段上面 它的雨衰減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在台灣這種多雨的環境下 這些通訊的品質是不是會受到影響 那我們在現場看到的這個模型 它是1比1的模型嗎 還是實際的衛星會更大一點 是的 它是1比1的模型 就是這麼大 這個大小是一般我們講 這個6UXL的一個大小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講這個U代表就是 邊長為10公分的一個立方體 總共大概就佔了大概 6個這樣子的立方體的體積 它是一個標準的一個 這樣子一個立方衛星的架構 所以可以塞到發射箱內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話 它的發射價格就可以再便宜一點 譬如說以這個6UXL的發射費用 大概是將近25萬美金 25萬美金 那上面貼的亮亮 那個聽說都是太陽能板 上面的話就是去 就是太陽能板所貼的位置 最上面的蓋子 然後拉出4根金屬的那個絲 基本上就代表是天線 那個就是天線 跟地面通訊用的 用來通訊用的 懂了 我們把話題再拉回到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地磁報 5月份的這個地磁報 聽說是G5規模對不對 不是5G 是G5 請問一下總共分幾個規模 那G5是最高級嗎 對 我們會把磁報等級分成0到5 對 所以像剛剛主持人提到的G5 這就是磁報最強的等級 已經是最高等級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好不好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產生了很多極光 而且在相對比較低的這個 緯度上面也都可以看得到 好 大家可以看到號稱是 20年來景見 過去在接近北極圈的城市 才可以看到美麗的極光 那麼這次在歐美很多大的城市 還有日本北海道 大陸北京等等 只要是光害不太嚴重的地方 就能夠看到絢麗的極光了 好 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地磁報對於太空當中的衛星 或者是地球的通訊 都是會造成影響的 請問這一次有沒有造成 我們大概通訊上面一些 比較嚴重的影響呢 除了剛剛講到的之外 還有下一次 如果我們要在比較低緯度的地區 也看到了極光的話 大概這樣的機會還要等多久 其實不管是太陽風暴或是磁報 對於太空運作的人 造衛星都是有很大的威脅 不過幸運的是 在這一次母親節這個 劇烈磁爆事件下 我們到目前為止沒有聽到有 非常嚴重的傷害 我們也沒有聽到說有衛星掉下來 對 那相比於過去 像2003年或2004年 很多人造型受到影響 我想一個是衛星的技術 可能也有 防護的裝置有比較好一點 就是本身設計 另外在這起磁爆事件 主持人有問到說就是 接下來到底什麼時候 會看到這麼強的極光 我想從今年 其實大概從去年開始到明年 這段時間都是進到 所謂的太陽火動極大旗 所以本來這些事件發生的次數 就會增加不少 難以預測的情況是在 太陽它是一個球面 所以我們不知道它會從太陽的 哪個位置噴發出來 在太空裡面其實 這個尺度滿有趣的 太陽跟地球大概100比1的大小 所以上面的太陽風包 就很像你今天坐在一個旋轉椅上面 然後拿著蓮蓬頭 往外灑出去 這就是我們講的太陽風包 傳播出來的例子 你的目標物是在兩公尺外 有一個小小的乒乓球 你要剛好這個水花 有灑到這個乒乓球上面 我們就有很漂亮的極光 所以你可能差一點 偏一點 或是剛好轉到另外一側 即便有很強的事件 我們也不一定看得到極光的現象 天文美景 的確是讓人覺得目眩神迷了 比如說5月份的時候 在西班牙還有葡萄牙 就出現了長達7秒鐘的藍色流星 至於印尼則因為火山爆發的關係 所以出現了紫色的閃電 這也是非常的有趣的 而且是很難得的畫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則報導 監視器畫面上灰色雲柱直衝天際 印尼東部哈馬赫拉島的伊布火山 在上週六傍晚再度噴發 還伴隨著紫色 閃電其境 情況危急 當地警察 軍隊和收救人員 緊急撤離火山周邊7座村莊 一部火山本月已經多次噴發 印尼當局已經把火山警戒 升至最高級4級 幾次噴發出了 到昨天晚上 可能從1-4公里 到11-4公里 而在歐洲的天空中也出現奇景 一顆藍色流星畫過周六夜空 視野亮光瞬間照亮黑夜 迅速下墜後收成一束直現光芒 西班牙與葡萄牙都有民眾 親眼目睹這罕見的一幕 歐洲太空總署表示這持續七秒的 藍色霓紅流星 疑似是彗星的一部分 在太空斷裂後穿過地球大氣層 以每秒45公里的驚人速度 跨過葡萄牙上空 有天文學家認為 這顆流星的直徑 可能約20到30公分 葡萄牙維賽屋當地消防隊 特地趕往流星墜落的方向 但卻沒有發現流星墜落的痕跡 好 講到顏色這件事情 其實之前提關點 也曾經幫大家介紹過了 我們那個流星本身 帶的化學成分不一樣 所以會影響到它的顏色嗎 那麼譬如說不同星座的流星羽 會造成不同的顏色 像是保瓶座流星羽 就比較容易藍綠色的流星 是這樣子的嗎 請李博士繼續告訴我 是 其實我們這個流星看到的顏色 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比較直覺 就是我們在圖卡上面看到 就是它的組成的成分 這些成分 比方說 它如果是偏金屬類的 比方說像鐵跟煤 它可能就會出在 經過大氣燃燒的時候 會產生黃色或是藍綠色的顏色 比方說像鈣跟鈉的話 它就會是比較偏紫色或是橘色 另外就是細酸眼類的東西 它在燃燒的時候 它就會是比較偏紅色 這是它本身的成分 另外一個顏色的來源是 當流星這個化過天際的時候 它其實跟大氣摩擦產生高溫 它也會讓我們大氣離化 可能是氧原子 它的顏色就會比較偏綠色 它如果能夠飛到比較低的高度上 比較說接近到60公里 70公里的時候 它可能遇到就是氮氣跟氧氣 這時候它的顏色就比較偏紅色 它可能就變成像所謂的火流星 像主持人有提到說 我們一年其實有好幾波的流星雨 像陰鮮座流星雨 它的速度就比較快 所以它比較容易快速的燃燒 然後它產生的各種顏色光混在一起 我們看到大概就是白色的亮痕 像雙子座流星雨的話 它的速度飛得比較慢 所以它就比較容易會出現 像紅色的火流星這種的機會 比方說像主持人剛有提到 像寶瓶座的流星雨 它的成分因為主要就是以美為主 所以它的顏色就比較偏藍綠色 像今年還可以看到 剛剛有提到 還有獅子座流星雨對不對 獅子座流星雨也會有不同的顏色 對 其實每一場流星雨裡面 它的流星速度都有快有慢 那當然大家在仰望星空的時候 都會幻想一下說 什麼時候可以去太空旅行呢 好 現在太空旅行 又有新的進展了 因為我們飛出國去的時候 才會搭波音客機對不對 沒想到波音公司 現在也打造出最新的星際飛機了 而且已經成功的進入太空 另外中國大陸的一家公司 也宣布說2028年 他們要開始載人太空邊緣旅遊了 開價多少呢 他們說我開的可是良心價喔 到底多少錢 馬上 點火發射 波音太空船星際飛機CST-100 在美國佛舟 周三早上10點52分順利升空 波音經歷兩度在發射前 分別因為機械故障和電腦系統故障 臨時喊咖後 終於成功將星際飛機送上太空軌道 星際飛機也成為美國歷史上第六款成功上太空的載人星型太空船 這次發射成功也讓波音公司可以追上SpaceX公司的腳步 渴望成為太空旅遊業的兩大龍頭 波音太空船上的兩名資深太空人 將在起飛24小時後抵達國際太空站 執行圍期一周的任務 其中威廉斯成為執行星太空船首度升空任務中 第一位女性太空人 儘管波音公司成功上了太空 不過在航空備安方面面臨的信賴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即將離任的波音執行長凱爾虹 預計6月18號將出席參議院的調查聽證會 回應對於波音787與777偷工減料的指控 波音787飛機CST-100是美國第六款的太空船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波音跟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共同製造的 可以搭配七名成員 而且是由火箭運在深空之後 執行常規任務現在宣稱說 以後可以出售前往國際太空站的船票 真的能夠實現嗎 請問一下老師 為什麼這次NASA這麼重視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主要就是因為過去跟國際太空站接軌 都是靠美國的太空說 我們也知道太空說出了一些意外 所以要能夠到國際太空站 只能仰賴俄國的火箭 一直到了2020年的5月20號的時候 那Space它就成功的恢復了這樣子一個任務 當然在NASA的想法裡面 大概都是為了要能夠做這些備員的 所以波音就擔任了這樣子一個重則大任 希望這次能夠很圓滿的 順利的達到任務了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太空旅遊真的是放心為愛 因為根據估計太空旅遊全球市場規模 2027年的時候就會達到多少 17億美元換算成台幣548億 好 我們來看看票價究竟如何 我們剛剛講到太空站是比較不容易的 對不對 所以要5500萬美金 另外如果你只是太空邊緣一遊的話 也要30萬 25萬到30萬美金了 另外還有可以看到的是 大陸也不落人後 中科宇航日前就宣稱說 他們2028年要開始載人邊緣旅遊 然後這個就是火箭跟旅遊艙 這個看到的照片就是他們的旅遊艙的配備 有四散全景的懸窗 每次可以搭乘也是7名成員 他們說我開的是良心價 大概是27萬美金 就是200萬人民幣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李博士 怎麼樣來看待這一類 這麼風起雲湧的太空旅遊市場 我想就是到太空去探索 一直都是很多人的夢想 那隨著這幾年就是火箭的推力 還有發射成本都慢慢的在下降 因為比方說像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送衛星上去一公斤 可能要5萬塊 所以大家就說去太空旅行 先撐自己的機秒 先撐重一下 對 先撐看看你的體重 因為我們以前講的太空旅行 其實都比較嚴苛一點 可能是去月球 去火星 那種需要三四天 甚至可能要一兩年 現在進入了另外一種太空旅行 就是進到所謂的太空邊際 我們把設定成就是100公里以上 是卡門線 就進到太空的範圍 然後你可以感受 從太空看地球 然後又有很短暫的 無重力的飛行 然後最後再返回地球 相對時間比較短 就是所謂的親民路線 對 親民路線 讓你感受一下 然後而且讓你真的有 進到太空的範圍 就是體驗一下 其實大家都很希望說 我能不能像巴斯光年一樣 它的經典台詞就是 飛向宇宙浩瀚無垠 其實很多東西都值得我們 好好的來探索的 好 稍後一會兒 我們再回到提關點 好 今天非常謝謝您 跟我們一起探索宇宙 同時關心太空垃圾的問題 當然更希望太空旅遊以後 能夠普及到 大家都可以去體驗一下 今天非常謝謝 兩位老師精采的分享 同時謝謝您的加入 我是莊凱文 我在提關點 下次同一時間再見囉 Bye 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